农家铁锅鲤鱼鱼的纯香滋味 令较成人民众所向往 垂涎欲滴 农家铁锅鲤鱼 选用的是古今种的汤河鲤鱼 配以葱姜 桂皮 香叶 大料 这道菜的独特纯香 来自于十几种酱料 混合而成的密制调料 料备好后 去除鲤鱼的土腥味也是关键 从鱼头两公分处开一小口 再从鱼尾的四公分处 再开一条小口 用菜刀轻轻拍打鱼身 将鲤鱼的鲜线取出 接下来把鲤鱼改刀 用葱姜和啤酒进行腌制取芯 改刀的距离保持四指寸左右 将切好的葱票 姜票依次放入鱼的切口处 再将啤酒均匀地淋洒在鲤鱼表面 腌制二十分钟 鱼鱼鱼好 下面开始包裹 我们下用混合油放入大锅内 为什么放混合油呢 因为它能提香 下面我放入姜母大葱段 桂皮 香叶大料 把它焯香 之后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蜜蜜酱 把蜜蜜酱烤出片会儿以后 我们就可以加嘴 鱼已经下锅了 我炖这条鱼需要一个半小时时间左右 我们下期再见